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地区早晚也凉 毕竟今天要出门的观众朋友 务必要做好保暖准备了 那么今天降雨情况我们来看到 今天在北台湾整天 还是有机会出现降雨的 特别集中在大台北 基隆北海岸跟宜兰 都要小心可能出现局部大雨 而您看到中南部 还是偏干的基本上多云道晴 偶尔还是可以看到阳光露脸 感受上面会比较舒适 白天温暖舒适可以达到26到27度 但早上现在跟入夜 低温只有15度上下 还是要留意日夜温差了 而至于说今天气象鼠 也持续发布大雨特曝 在东北风影响之下 我们包括看到 在基隆市 新北市跟宜兰县 尤其今天清晨 在宜兰县苏澳镇跟南澳湘 已经发生了好雨 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 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提醒您要留意了 但很多人想问 这波东北季风影响到什么时候呢 要告诉大家 你这明天感受上面 会比较温暖一些些 气温慢慢地回升了 但是注意到明天水气还是很多 北部跟东半部降雨 还在持续当中 而到了下个礼拜一 还要继续下雨 下个礼拜一又要继续变天 虽然说气温回升了 但是全台仍然是有雨的天气 礼拜一就连中南部 也都会出现雨势 想要等到天气晴朗转干 我们要看到至少要等到 下个礼拜二三 风面远离了 各地天气才会慢慢地 转为晴朗稳定 所以气象小叮叮 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若是要出门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 北台湾整天湿湿冷冷 中南部日夜温潮10度以上 务必注意保暖工作 别着凉了 接下来带您关心 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戴力钢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